安波华宇足球快讯 2022年8月31日 福岗黄丰清理淤血 福岗黄丰官方宣布 球队已经正式解除后卫柳桂博的租借合同 据悉 柳桂博是在日前违反了酒驾道路交通法 原本柳桂博是在今年3月尾 从札幌刚萨多外租制福岗黄丰 但鉴于出现了违法行为 因此福岗黄丰选择提前解除租借合同 而札幌刚萨多亦表示尊重取消合同的做法 感谢你的收听 谨记关注我们的频道 还要点赞哦